由于这次冲突刚刚起来 他还处于初始的阶段 现在能研判的 就是短时间内停不下来 为什么说短时间内停不下来 一方面 这次哈马斯多年来 他可以说精心策划的 搞出来的一个 憋出来一个大招 所以他一时半会不会三把干肖 他要不断地扩大事态 因为他要追求政治上的目的 从以色列来讲 以色列被打了措手不及 现在遭受了如此大的损伤 所以他对加沙地带的报复 刚刚展开 演变成地区大规模的战争的可能性 基本可以排除 没有一个国家愿意 为这个东西和以色列开战 没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 也就是说他无限扩大的可能性 这个很小 那么他有蔓延的可能 蔓延到约旦和西安 蔓延到黎巴嫩和 这个黎巴嫩和 这个黎巴嫩和 和以色列之间 甚至蔓延到叙利亚境内和 以色列之间交火 这是洋館的 那 谢谢大家